是 沈佳二少爷来了 说要见你 他的确该来了 请他进来吧 我去迎一下 沈少爷 里面请 谢谢 少奶奶 沈少爷到了 沈少爷 请坐 我发现从镇门走啊 舒服多了 沈少爷 请问你找我有何事 我听说你提前三个月 收了些棉花 是 收了多少 不多 八十万斤 八十万斤啊 你真是在找死啊 这话怎么说 你知不知道八十万斤棉花 放在你这儿风险很大的 是吗 那怎么办呀 我可以帮帮你 真是太好了 怎么帮呀 全卖给我 没问题 爽快啊 八十万斤棉花 一百二十万一斤 是不是 我没听错吧 一百二十万一斤 你知不知道去年棉花 卖六十万一斤 你卖一百二 但是棉花 可是从今年的地里 长出来的 你就是在做地几价呗 这棉花在我手上 我爱要什么价 求什么价 六十五文 一百二十万一斤 一文都不能少 哎呀 你别这样嘛 我真的是在帮你 我觉得呢 咱俩是朋友 那朋友之间凡事 就应该有商有粮才对嘛 是 但朋友是朋友 生意是生意 你别忘了我还救过你一命呢 铭记在心 七十万 一百二十万 这些人 你别以为全棉中 就你一个人有棉花 我们走 这棉中 还就只有我一人有棉花 不行 人家东院已经赴了定金 这片地的棉花 都是人家的辣 考虑得怎么样 二少爷 这多赚钱是个好事 可今年我跟冬院签了契约 今年所有的棉花 都得卖给人家 要是卖给其他人 卖多少斤 就得每斤一百文 倒贴给人家 里长 里长 帮我好好想一想啊 这附近还有哪一家 是没把棉花 报给吴家冬院的 这品项稍微好一点的 都定了 一家都不剩了 不剩 停停停停 停 落轿 审波 上海 好 也应该有个好奇 哪个人 到底是什么 掉了 你不想要 就这一尝 截截 要比较高 高兰 你百年 你英都不会 你到底要怎么样了 我要赚钱 我已经让你赚十文了 你还嫌不够啊 不够 那你要多少 这样吧 看在咱们俩 相识一场的份上 我给你一百一十五 你这个价格我没法做了 没法做 那就回家 爬墙上树 摔盆打碗 唱歌滑拳吧 启舅 少奶奶回来了 停 落叫 少奶奶 小五 通畅规已经到静阳了 住云莱客栈 云莱客栈 就那小客栈 对 童掌柜做事一向不张扬 那我们现在就去邓蒙拜访 少奶奶 你就这样去吗 有问题吗 童静夫可是一个大商人 每年从他手上经营的皮棉 都在百万斤以上 他对对手很挑剔 以前都是老爷亲自接待的 你要这样去的话 我怕他不会取信于你 好 我明白了 我得有个豪门大户 当家少奶奶的样子 好 我们下期杀吧